第733集 筷子杀手 在上车前 莫小玉已经坐在了车上等着 而刺刀又被董天明叫了回去 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只待程伟安一个人回来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你知道怎么做吧 刺刀一愣 看向董天明 董天明点点头 那意思很明显 你想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如果程伟安去金三角赌博 被绑架这事被人知道了 再挖出来是花了两百万赎回来的 那这钱从哪来啊 事情就是这样 一朝不慎满盘皆输 董天明是一只老狐狸 他知道怎么做 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消灭在萌芽中 所以他给刺刀下了这样的命令 但是莫小玉却不知道这件事 这就像是一个人已经拿枪顶住了你的脑袋 但是你却不知道死亡即将来临一样 莫小玉开车带着刺刀 到了彭志祺的大本营 刺刀没有和任何人见面 直接回了房间去休息了 天色已晚 莫小玉却毫无困意 溜达着到了彭志祺的办公室 哎呀 你实在不该答应和他一块去 既然派了人 你再去也没多大意思啊 彭志祺递给莫小玉一支烟说道 他怕程伟安不认识他吗 不跟他走 莫小玉说道 扯淡 被绑架的人 还有权利挑选去哪吗 我倒是担心你啊 青皮二这个家伙 素来不讲信用 他最喜欢干的买卖 就是用被绑的人做诱饵 诱来送赎金的人 然后再敲诈一笔 彭志祺说道 啊 这么无耻啊 那你的意思是 他会扣我了 莫小玉问道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所以我让你别答应一起去 没必要 彭志祺说道 那你派人跟着他去 我可以派人呢 青皮二还能给我几分面子 救不救出来人 那就是凉说了 彭志祺说道 这一夜是程伟安最难熬的一夜 在他的面前不远处 坐着的是跟他一起来的那个人 怎么样 给家里打电话吧 他两百万 你呢 一百万 可以了吧 一个人拿着筷子正在吃饭 端着碗绕着那人在转 大哥 大哥求你饶了我吧 我家里真没钱啊 我就是一个小公务员 我能有什么钱呢 政府也不会拿钱来赎我的 既然我这位朋友拿了钱了 你就把我当成赠送的呗 赠送的 我可 你真以为这是买东西啊 买一送一啊 飞途恼怒的说道 本以为是句玩笑话 但是没想到这歹毒的歹徒 绕到了那人的背后 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将筷子插进了他的后背上 筷子的头一点都不尖利 但是却能在他的重力之下插进这人的后背筋肉 可见他力道多大 伴随着一声惨叫 两人上来按住他的胳膊 让他动弹不得 如果你以为在后背上插一个血窟窿就算了吗 那也太便宜了 接着这个血窟窿的位置猛的向下用力 在他的后背上立刻就能开出一道血窟 鲜血迅速的喷出来 那人已经没有力气惨叫了 哇靠 你们这样搞 我们怎么卖钱啊 青皮二本来在其他的帐篷里 听到了惨叫声过来看看 这家伙没什么油水 我们在内地的人核识过了 确实没钱 那还养着他干嘛呢 下死手的人漫不经心的说道 拿起带血的筷子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饭 哎呀 你这个败家子啊 卖到仰光可以卖器官的吗 你现在越来越过分了啊 青皮二说着抬起脚 照着那人的屁股就是一脚 但是此时啊 那人因为放血过多 已经开始慢慢的抽搐了 这一幕看在程伟安的眼里 他都要疯了 到最后只能是闭上眼 再也不敢看了 夜晚 沉静如水 房间里可以听到窗外树林里的 虫鸣和鸟叫 一切沉寂下来之后 莫小鱼在他耳边说道 哎 明天一早 我就把你送回到内地去 你什么都不要管 立刻回家去 记住啊 如果有人要害你 你可以利用一切机会反击 但是 要做得干净利索 明白吗 阿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孤一一乖巧地问道 有些事呢 我要去办 我的一个朋友被人绑架了 我去救他出来 你在这里呢 我不放心 我现在不信任何人 我只能信我自己了 莫小鱼说道 但是我可以帮阿哥呀 孤一一紧紧搂着 莫小鱼的脖子说道 不用 哎 但是你把你那条小蛇给我吧 再给我一些蛊虫就可以了 有了这些东西 我就能安然无恙地回去 莫小鱼说道 第二天一大早 众人都还在睡梦里 院子里的汽车发动了 等到有人起来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时 莫小鱼开的汽车 已经驶出了大本营 这里的士兵都认识莫小鱼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阻拦 莫小鱼开得很快 一直将顾一一送过了关口 而且看着他上了汽车 离开了瑞丽 这才开车赶回了大本营 此时 仍然没有接到青皮二的电话 你去哪了 彭志祺在院子里的树底下 坐着喝茶 嘿嘿 我把小情人送走了 我要是回不来了 也就不用麻烦大哥了 莫小鱼笑笑说道 啊 你把小妮子送走了 我们还没学完呢 莫小鱼一说把顾一送走了 陈阳秋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看向莫小鱼急吼吼的说道 淡定淡定 你看你都这么大把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好学不倦呢 嘿 那东西又跑不了 回头让他把那些东西怎么弄 我给你写下来 或者是你到那地去也行啊 对不对 又不是从今以后不见面了 对吧 莫小鱼安慰陈阳秋岛